動漫我要聽 主持人 勇博 變過敏 發財 促進 會 請查訊宋 哈勒諾亞 歡迎來到動漫我要聽 郭文課本上的李白怎麼變得這麼帥 李掌博報告單元先讓我們一起看台灣漫畫大仙術士李白 達人上菜單元則要接著聽多次獲得金曼獎的作者 葉明軒老師現身說法 勇博請 李掌博報告 大唐開雲四年 璀璨輝煌的盛世 在這個仙術至上的世界中 閃耀著無上光芒的少年 我的弟子李白即將大戰身手 該死的土蕃 竟然夜襲 為什麼前線一直溃逃 報 將 將 將軍 前面出現怪物了 怪物 不要慌 拿好你們手上的武器 報 將軍 我居前線大亂 可惡 肯定是對方妖術士搞的鬼 我們向朝廷請求仙術士 教練師協助 他还没到吗 他 他说会派他的弟子过来 刚刚飞过的是 白色的大鹏 时机刚好 师父说这次不需要什么战术 将军只要跟我一起冲杀就好 我们的先术是到了 大家随我冲啊 欢迎来到李长博报告 我是刚刚在战场上面饰演将军的雍北啊 哈喽 我是害怕血腥暴力不敢上战场的嘎嘎 晚安 我是被嫌太柔弱没办法上战场的美人 我是饰演怪物的B胖 刚刚把我打倒的李白是大年演的 还有演他师父教练师的是叮当哦 对 刚才大家听了开头的小剧场 可能会有点疑惑哦 我们提到的李白这位历史人物的名字 怎么会是个在战场上面 用仙术对抗妖术 消灭怪物的男孩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作品 大仙术是李白 主角就是在唐朝写过江敬酒 黄鹤楼宋梦浩然之广陵 早发白帝城 静夜思 灯精灵凤凰台 这些有名的诗 被称为诗仙的李白 没礼貌 我开玩笑的啦 每次上国文课的时候 都会自动失去意识的朋友 先别急着入睡 因为大仙术是李白 虽然融合了唐朝的文学作品 李白的生平 还有唐朝许多文人名士的故事 不过是经过漫画家 叶明轩老师的创作 它是一部有热血 有搞笑 又感人的少年漫画哦 叶明轩老师曾经在报道中提到 他在阅读李白的资料时 发现许多地方提到 李白最新于仙术的研究 但是比起他的文学成就 关于仙术的部分 就比较不为人所知 这不但让人充满想象 也成为大仙术是李白的切入方向 我们之前介绍过一些融合 或改编自台湾近代史的漫画作品 透过故事重现了当年的历史事件 或者是人文风情 而大仙术是李白 则比较是汲取了历史中的人物事件跟故事 来当作漫画的素材跟养分 让少年漫画有更不一样的呈现 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小剧场提到的 唐朝被设定成为一个以仙术至上的朝代 许多一般政治或者是武力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人们会改成请仙术士来解决 而且这是整个世界 由上到下都使用的做法 小致地方官员 大致皇帝唐玄宗 都有各自任用的仙术士 没错 像皇上他就设了汉林院这个组织 任用一群国家仙术士 来帮他平定很多的事 有没有开始觉得跟我们历史课本上学到的不一样啦 汉林院本来是提供职位给一些艺能人士的机构 这里的艺能是艺术技艺的艺游 不过大仙术士李白的汉林院这个艺能 我想应该就包含特异功能的艺能了吧 因为是任用仙术士 对 而我们的主角李白 虽然因为家里从商经济状况蛮不错的 但因为商人的身份地位不高 父亲一直希望儿子未来可以跟自己不一样 所以李白从小就被送到教练师的门下 学习仙术 在父亲过世之后 李白更是立志 要在二十岁之前 透过仙术科举成为晋士 进入汉林院成为国家仙术士 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 工商子弟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在因缘机会之下 李白竟然得到天下第一的大仙术士司马成真的指点 又是一位历史人物 他认为李白不应该妄想科举 应该走智举这条路 透过这个由皇帝清点天下奇才的管道 来进入汉林院 但是要获得清点 总要有足够的威望跟成就吧 所以大仙术士就建议他 先漫游各地 行侠仗义 除恶济贫 以寻求地方贤达人士推荐他 让自己的名声可以传进皇帝的耳朵里 听到这 大家感受到一场冒险的旅程即将展开了吗 难道李白只要边冒险边闯关就好吗 你以为作者从李白的生平取材 会放掉他身为一名诗人的那些文学素材吗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音乐再继续分享 这是香港创作歌手冯汉明的作品 将近久 刚刚我们聊了大仙术士李白中的李白 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开始踏上旅途 以实现进入汉林院 成为国家仙术士 抚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但是作者在取材跟创作的时候 并没有因为这是一部热血的少年漫画 就舍弃了李白的文学成就 相反的 这部漫画对于唐诗的呈现方式 还成为一大看点呢 嗯 其实在大仙术士李白的连载 尚未公开出现李白作品的剧情时 读者就很好奇 这部少年漫画 要怎么呈现文学作品 叶明轩老师还特地在网路上说明 请大家放心 绝不会有那种 李白双指一笔 嘴里咒念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然后地上就结冰了之类的东西 不是吗 非常多精彩 因为故事中的设定是 当时皇帝很喜欢诗 除了风雅的文人们 大多数人也都一窝蜂地学习吟诗作诗 想跟进达官贵人的潮流 而李白想进入汉林院 当然也早早就自己学诗 而且因为天资聪颖 总能做出令人惊艳的诗剧 然后这部漫画还很用心的 让李白所有作诗的剧情阶段 都能跟历史里面李白的生平 找到相应或是类似的对照 虽然大线数是李白 并不是以贴近历史真实的角度 在创作作品的 但还是透过编剧巧思 让一些有名的诗剧跟文章 合情合理地出现在故事中 有的是人物之间的日常对话中 信手拈来的作品 有的是重要角色 在体会到人情事故 或是遇到人生历练之后的 有感而发 而且除了李白写的诗 还可以在剧中 见到许多跟李白相关的文人 所写的作品 我自己是对这些文学 还蛮感兴趣的 所以会有一种 哇 我又用不同的角度 再欣赏一次的感觉 而且有时候还会发现 同样的诗 用漫画的叙述口吻来描述 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我想我在这个单行本第一集里面 看到李白为了让县令可以向朝廷推荐他 特地跑去县令家里帮忙做工 放牛的时候 牛就很不给面子的 在县令夫人的面前老赛 结果李白呢 他就马上做了一首诗 让夫人觉得被称赞了 漫画里面的县令夫人 一副乐得快要升天的样子 还我在办公室里面偷看漫画 差点笑出声音来 我记得那一段 其实因为剧情参照了唐代的发展 有时候难免会带到一些大时代底下 贫富差距 阶级歧视之类的沉重话题 但作品里很多这种 作者耍幽默的桥段 每次都很刚好的 调剂读者阅读的节奏跟心情 所以不要一听到作者会认真的 把李白跟其他人的诗 放到漫画里就吓到哦 是 毕竟这是一部少年漫画 除了用漫画的叙事方法 带出经典唐诗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点 就是漫画的人物形象 这部漫画里面 有很多唐代的诗人 大观跟名人的大集合 每个人物的形象都很有特色 光看目前已经出现在 单行本封面的人物就好 是不是 每个人都很有鲜明的个人魅力 是 我们先来谈谈 第一集的单行本 上面封面 画的李白好了 大家会看到 他眉宇之间透露着财气纵横 又带来一点忧郁的感觉 还有他飘逸的身段 根本嫌弃逼人啊 而且他头顶内树 一般人用伐辣 是很难抓出来的呆毛 叶明轩老师说 这是根据毛笔 写白这个字的弧度 还有圆润度 所设计出来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 真的耶 而且那上次第二集的封面 是王维 王维有师佛的称号 叶明轩老师特地给了他像是僧人的穿戴 他有一身看起来就很勤俭淡薄的身骨 还有那脸一定经过一些修行才会有的沉浸表情 顺带一提 好多粉丝都说 王维的样子哥们和叶明轩老师超像 老实说我也觉得很像 我也觉得超像 都高高瘦瘦的 对 好那我来讲讲第三集好了 第三集是卫娘吗 不过他好像跟李白不太可能在同一个时空出现 只是作者好像很期待他们两个如果见面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好我就不要剧头太多了 比胖换你 那我只好讲第四集了 封面是李白的师傅教练师 他 我不好意思介绍了 大家自己Google好吗 讲的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都心被讲得痒痒的 赶快我们来进一段音乐 让大家趁这个时间来浏览一下网路好了 接下来欣赏的是 司竹空爵士乐团的作品 醉酒都嘛 刚刚我们聊了大仙术士李白的人物形象 大家有没有趁这个时间去查一下那个逼胖不好意思说 他会喷笔鞋的角色 不过据说这部漫画里面还有另外一样 会让我们现场两位女性李明喷笔鞋的东西 这个不是美型的人物 也不是什么心跳的情节 而是 华丽的跨页 其实不一定要跨页 有很多整页甚至半面不到的画格 笔面有的填满金雕细组的画工 有的则是被那些流利又顺畅的线条所散发的气势给占满 每次都让我在翻阅的一眼瞬间就华丽旋转喷鼻血 真的 因为这部漫画里面有好多充满意境的事物需要画面的呈现 除了李白跟其他仙术士 他们充满架势 阴气逼人的仙术 还有唐诗里面 那些可能是气势壮阔 可能是风花雪月 也可能是感慨万千的诗意 还有唐朝啊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宫廷 成语说的凋梁画洞 你去看看叶明选老师的刻画就能明了是什么意思了 那里面王维施展仙术的时候 不是会有种那种类似唐卡风格的繁复背景吗 我看的时候都有点晕眩了 两位李明不就 气控流血 好了啦别再乱喷血了好吗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战斗场景的撞声词 我看都是毛笔字 那种字体的跃动 感觉就好像快把双方对战 或者武器飞弹的冲击力道 一起带出画面外一样啊 其实叶明选老师在上一部作品 无上昔天就请他的爸爸亲笔下了很多撞声字 放在漫画当中 而大仙术士李白也延续了这种用奔放的毛笔字 来呈现打斗声响的表现方式 而且习惯同时结合手绘跟电汇作画的叶明选老师 有时候也会融合毛笔来画作品里面的画面 漫画封面上的李白两个字也是他自己写的 除了内容上融合了古代诗人名人留下的经典作品跟故事 在创作的工具还有方法上面 叶明选老师也是毫不拘泥于形式 才能画出这么自由率性洒脱飘逸的李白 还有一个小地方我也想提一下 那就是每次看完一本单行本 翻到最后设定资料揭秘的地方 除了会看到李白在这一集里面 为了建立名声所走过的地图路线 还有该集用到的唐诗作品 以及文学典故里面的图文整理 看完了都会有一种好充实的感觉 我是会觉得好像玩了一场很刺激的冒险游戏一样 那种路线图很像闯关地图 后面的典故图文整理根本是像不及啊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这种阿宅才会有这种感觉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现场只有你是阿宅吗 其实B胖这样一讲我也觉得好像 真的 期待大仙数式李白后续的发展 或许哪天变成游戏甚至动画 那我们就有福了是不是 好广告之前继续欣赏 司竹空爵士乐团的音乐狂草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就要直接访问叶明轩老师本人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